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谈一个90后的女辅警 可能有些人呢,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啊 这个新闻呢,是前天大概就出来了 他是法院的一份判决,在网上呢,一下给火了 这个判决呢,他主要是描述了呢 一个90后的女辅警啊,跟多名公职人员呢,发生了关系 然后呢,给他定了一个敲诈勒索罪 被判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500万元 而且是追缴非法所得300多万 他这个判决书呢,在网上都有 就是把他这个犯罪过程呢,就讲了一下 实际我当时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头呢,就有点不服气 我就觉得啊,你中国这个所有的事情 当这个男贪官出现问题以后呢 都是这些男性官员呀,生活迷乱 包二奶,养小三,跟多长女性呢 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那么往往呢,都是这样一种报道 这些事呢,当在这个男贪官身上出现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 女性呢,反而成了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们利用这个权势来包养这些女性 可以说从某一方面来说吧 也可能是受害者,对不对 但是,你们现在为什么要给这个女夫妻 判一个敲杂勒索罪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判决 这个女夫妻也没有什么 她是2014年就到了公安部门去当这个女夫妻嘛 然后到这个2019年 这个将近六年的时间 她跟这个几十名公职人员发生关系 这个很奇怪吗 平均到一年也就是几个嘛 对不对 说的多一点,可能是十个 你就是这个六年六十个嘛 平均到一个月也就一个嘛 这个好像也不是觉得特别过分嘛 那你说那些干部 她何止一个月去搞一个女人呢 因为这个女青年啊 你看啊,她是个女辅警 她的地位在警察序列里头是非常低的 那么她为什么很轻易的就被这些人搞定呢 而且很有可能她是主动去跟这些 有权势的公职人员发生关系的 那她是不是也想拿到铁饭碗呀 是不是想转成正式警察 或者到一个更好的单位去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看一看 跟她发生关系的 有派出所的所长 有这个分局的局长 还有这个学校的校长 等等吧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但是没有成功 这还给她订了个敲杂勒索 实际她一共收受了多少钱呢 收受了三百多万块钱 而且她这个借口啊 也就跟平时那个说的一样 以这个分手呀 怀孕呀 要购房呀 急用钱呀 用这些方法呢 一共从这个几十个人身上呢 弄了三百万块钱 给她判了十三年刑 有一个局长呢 可能弄了一百万块钱 大家就这样去想吧 一个分局的局长 他的一个情人 他的一个马子 在他那拿了一百万块钱 也不算多吧 对不对 大家这样去想 我不是说这个女的一定是好人 但是说这个女的呢 一定是有苦衷 所以呢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结果呢 到今天 这个事情呢 就有了反转 这个法院呢 就把网上的这个判决呢 给撤掉了 说呢 这个犯决呢 还没有生效 因为她这个一审判决嘛 人家还在上诉 就把这个撤了 那么从这个表现来看呢 就是她这个判决放到网上的 舆论翻车了 她肯定想着呢 这个判决上去以后呀 大家都会来骂这个女的 实际呢 上去以后很多人跟江泰公一样 对这个女的产生了同情 就是觉得在这个男权社会 这个女的也非常不容易 她这个女夫姐 她有什么东西 她也没有权 她也搞不上钱 那么她怎么去提升自己呢 她只能靠输败自己的身体 可惜她的命非常保养 她碰见的全是一帮 只想占便宜 不想负责任的政府老流氓 她这个风险投资呢 没有见效 那么我们前一阵说的这个 甘肃武威市的那个女副市长 美女副市长 人家那个风险投资呢 就成功了 人家也是睡了几十个男人 但是人家睡到了副市长 那么这个90后女副市长呢 睡了几十个男人呢 还把自己睡了十三年徒刑 还要备处五百万罚金 还要追缴三百多万的赃款 你说到哪去说理去 你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呀 讲到这个男权社会呢 女性怎么来翻身啊 我在以前那个节目里头呢 就给大家推荐过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个天狱 看一下 那个当时就是描写 一个女之亲 想返城 就是所有啊 他插队的这个牧场里头的干部啊 都去占了他的便宜 最后呢 也没有一个人给他证件的办事情 他也没有返回城 最后还在那个地方死掉了 很悲惨的一个故事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女夫妻 她也是一样嘛 她通过这种方式 她睡了几十个人 没有一个是想真心给他帮忙的 都是想占他便宜的 而且最后还把自己睡到了监狱里 这是一种社会的现象 我们就想吧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睡了 难道说这些人不是以权磨色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翻过来想 一个人正常的到这个舆论场所 去找个小姐 还要给别人付小费吗 对不对 那你这些干部 你把别人睡了 那你不应该给人家给点钱吗 对不对 我们就拿最朴素的话来说 那么你让这个女孩怀孕了 人家最后去堕胎了 你不应该给人家一点补偿吗 对不对 这里头还说呢 她要找受害人去闹 那么这个女孩 为什么要找受害人去闹 那你不上别人的床 人家能去找你闹吗 对不对 那你肯定是睡别人的时候 你给别人许了愿吗 给别人开了空头支票吗 你给别人不对线 人家到底单要去闹怎么了 对不对 我觉得闹的都是对的 那么现在这么多受害人 都被处罚了没有 里面说的是有一个公安局的局长 被处罚了 那个局长是2019年就被双规了 说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就是收受底下的钱伞 另外有七个干部呢 仅仅是受到了纪律处分 那么更多的干部呢 对不对 去调查了没有 他们这个钱是哪来的 他们为什么可以随便抓着女夫妻就睡呢 对不对 那么大街上的一个光光汉 能敢去抓女夫妻睡觉吗 对不对 不能看共产党的一面之词 为什么他这个判决他要撤掉 就是他登到网上 他想让别人呢 来指责这个女夫妻 结果呢 很多人同情这个女夫妻 他的舆论在这翻车了 他马上把他给撤掉了 后面这个案件还不知道怎么反转呢 那么这里头列的这么多受害人 什么陈母 张母 官母 徐母 等等的 那么这些人里头 有没有人是强奸犯呢 有没有人是违背人家这个女夫妻的意愿 霸王宁上宫呢 干完以后 扣子一提走了 还没有给别人一点补偿呢 对不对 那么这种行为就道德吗 所以说到这儿 我就想呢 在古代的时候啊 那个宪官断案啊 我们一般都说是 坚出妇人口 只要这个男的跟女的发生了关系 那只要这个女的告你 那你这个男的呢 就讲不清 就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时候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成了啥呢 这么多人睡了个女夫妻 还给别人递了个敲杂勒索罪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说这个江苏贯县的男干部啊 全是一帮老流氓 人品太差 都是想白嫖 他们这个法院也操弹 还要罚这个女夫妻的款 还要追缴这个女夫妻的非法所得 那么按他这个道理 是不是嫖客的嫖子也应该退还呢 是不是这个嫖客还应该得到一些奖励呢 我想江苏贯县的这帮干部呢 就是想杀妻给后干 就是给其他的女干部看 以后呢 我们想占你们的便宜 你们就乖乖的 如果你们想反抗 这个就是你们的下场 我想他们有这样的思想 他们才会联合起来 对这个女夫妻 做出这样一个判决 好吧 这也是我的脑洞吧 大家有想法 可以一块来聊一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